欢迎大家点赞,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是惠州地胆,阿峰 惠州地胆平峰,大理平民温区,风雨祝食 Hello,大家好,我是惠州地胆平峰 我现在身处十里银河最前排的海景花园 就是我们一个长沙湾花园 今天我们开仓三套单位 这三套都是一个二号楼的 都是一个四十六方的面积单位 有一套是中层,两套是比较低楼层的 两套的景观都可以 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惠州地胆 就是一个设计是湖湖望海的 两套都是东南,一套是西南朝向的 这三套的单位情况是怎样呢? 我们立刻上去看看 我们现在就来到我们开仓的第一套单位 就是一个二栋的十二楼,一二一二的单位 这边就是一个大堂,这边有三部电梯 但是这边有四部电梯总共的 有一部货梯就在后面那边 我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部 第一套单位就是这一套 十二楼的一二一二 好像位置呢 靠后面的,其实景观是东南朝向 我稍后可以看一下景观究竟是怎样的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一边大概有六户人 进来这边就是第一套就是一个一二一三 那旁边就是一个一二一二的 那这一套面积大概就是四十六方左右 那它都是一个精装交付的 它是一个东南朝向 我看到这个钢製门和一个电子锁 都是一个交楼标准 那这边的一个抽烟机啊 柜和一个星盘全部都是交楼标准来的 那现在我们进来这一边之后呢 就看到一个洗手间 那也是一个排气扇,排气扇 还有一个洗手盘,码筒 那些全部都是交楼标准 那其实长沙湾的交楼标准大家都看到很多了 它是一个开放式的 那差不多就是厨房啊,门啊,洗手间啊 全部都有的 那到时我们这一边呢 进来这边可以放一张床 麦拔的床 可以做到一个三边落床的一个摆法 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到时可以放一张小的餐桌 二人位的餐桌放在这里都可以的 进来这里之后呢 这个位置就是缩的位置 这个位置看出去呢 就是我们一个正南向的景观 非常之美,就是完全是看到海 还有下面的维港沙滩人 那对面呢就是一个电视锅 电视位,就是放在这里 可以边看电视边边看着海 我们出来这个阳台先看一看 那看到呢这个阳台呢 这边是一个热水炉呢 都是一个交付规准来的 都可以看到,到时候呢 我们收楼之后都可以看到这个热水炉在这里的 那这边的景观呢,一看出去 它刚好呢是处于维港湾的第一排位置 不过都好的,因为它看出来呢 它的施展性非常之美 它就不会直接对证我们的客厅的梳化位置 那我看到左边,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维港湾的圆南 可以看到一路发景的 还有下面的运动场都可以看到 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前方的一个海平面 还有楼下的沙滩的 那如果是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维港半岛的沙滩的沙滩的那个桥呢 穿上的灯非常之美的 那这个潮向呢,它是一个东南潮向来的 潮向和景观都非常之美的 那这一套的面积呢 大概就是一个47.89方 那价钱就是一个48.8万的 那这一套单位是一个二栋的 12楼,127,1212 面积是47.89 价钱是48.8万 那它这一边呢,就可以做一个低首富 低首富的外揭 还有一个是五年分期的 五年分期的一个副方式 副方式是非常之灵活的 我们先去看第二套的开仓单位 好了,我们现在就来到第二套的开仓单位 就是一个五楼的510 510 那我们现在其实看到呢 其实它这一边呢 基本上要交流的东西 全部都是安装好的 比如那些 晶盘啊,抽烟机啊,厨柜 比我们上次来看呢 就已经是干净了很多 那基本上呢就是 进度是90%左右 因为它这一座呢 交流时间是去到6月30号的 我听客户的同事说 是有机会提前收楼的这一座 其实这一边来说呢 这个是西南朝向 那到时候呢 我们梳化位置 可以放在这里 虽然说它是位置是比较靠 这一座楼洞来说是比较靠 但是它看出去呢 是看不到我对面 三户楼的位置的 是直接可以看到海平面的 基本上可以做到一个户屋的丝物 是非常之靓的 都是一样的 到时候呢 这边可以放一张 麦拔的床 还可以做一个三边落床 都可以的 那到时候呢 这个收益位置 都一样是看着海 看电视 都是可以的 如果我们可以的话 都可以在这一座 在这里呢 放一张 两人位的餐桌 和晚上在那里呢 触光晚餐都可以的 边望着海 吃晚餐 那其实这一套的景观来说呢 它虽然是西南朝向 但是景观来说 都不会说很差 虽然说海平面不是很阔 但是呢 都可以看到海的 其实呢 我个人呢 是比较喜欢这个流层 比较低 因为它呢 流层低 第一 就离海平面近一点啦 还有望着下面的绿化呢 圆景花园呢 是非常之美的 那第一 如果人家的流层低呢 就好像普主角可以这样 但是呢 在流层低 都有一点点点就是呢 可能到时候 在楼下 花园多人的时候 会有点点吵的 不过这个都OK啦 那这套单画呢 它是一个二栋的510 二号楼的510 面积是48.02的 那价钱呢 就是45万8 记住了 是二栋的510 面积是48.02 而价钱呢 就是45万8 同样都可以做回一个低首富的按揭 和一个5年分期的 如果大家对这一 这套单位感兴趣呢 都可以联络我 地带马封 报名参加我们的免费抵楼团 我们有 每天的免费抵楼抵楼团 天天出发 专车接送 一对一服务的 OK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套的开箱单位先 好了 我们就来到今天最后一套的开箱单位呢 就是我们移动的二楼 二一二的 刚才在五楼都说过 就是这一座的装修进度是基本上98%的了 就可能收拾手里就可以交楼的 我们就提前帮我们的朋友验楼的 那其实看到它这一边的厨柜 全部都是做很小的 这里可能就是一些轮子不是很密的 那到时候要改变就OK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长生 那其实这些砖子最容易空谷就是 就是几个地方 就是四个角 和一个是中间位置的 其实都挺实的 没有什么是空谷的地方的 基本上呢 长砖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看一下那些水位先 水压就OK的 对了 看看下面有没有漏水先 下面都OK 没有问题的 对了 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呢 他会担心就是 因为这边的水压不够 其实不用担心的 因为这边呢 这边呢 这些高层呢 它是会进行一个二次加压的 水压就不用怕的 我去厕所先 那这个水位呢 啊 水压也是足够的 对了 那我看一下我 下面有没有漏水先 下面都同样 OK 对了 那这个桂呢 可能有一点点 是高低不平的 那到时候呢 收红的时候呢 就可以叫回我们物业 帮你校正它 就OK的了 啊 看看马桶的沖水量 可以不可以 其实都听到这个马桶呢 它是够力的 我看一下这个 冲凉房先 是 它做到一个干湿分离的 那这个玻璃门呢 都OK 正常的 是啦 试试这边的水位先 啊 其实摸到这个水位呢 是非常之够的 啊 我来说是正常 都可以用得到 都刚才跟大家说过 这边呢 可以 转行一个二次加压的 是的 那这边呢 都是排水都顺畅的 是的 是啦 没问题这边 是的 那厕所这一边呢 基本上这一套呢 就是正常的 包括了水位啊 水压啊 正常的 可能就是有少少的 贵呢 有些高低不整的 其实都看得到 这一边呢 是 已经是搞完胃生的了 全部都搞定了 但是呢 有可能 地藥上呢 有少少 骯髒可能有些油漆 到时候 可以叫回物业 把我们清洁了就可以了 有少少那些油漆在这里的 到时候呢 再搞回一个卫生 就可以了 那这场面来说呢 正常都没什么问题的 没有裂痕啦 是的 没有裂痕的 那颜色呢 都是正常的 白色的乳胶漆啦 可能有少少的 阴阳角 不过都不要紧要 到时候呢 叫物业那边呢 就帮你弄回 都可以的 我看这边先 那上面呢 都没什么问题 是的 那这一边呢 就很平整的 这边 这边可以的 是的 我试试这些电制位先 那这个电制位 就是控制我们的阳台的 啊 正常啦 正常可以开得到的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到时候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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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夏天时间 它才会开放的 那它这一套单位呢 就是我们的二栋 啦 二一二啦 逢是二栋 二楼 一二号房就是二栋 二一二 面积是47.89方 价钱就是46万的 那同样这一套都可以做分一个低首富的按揭 或者可以选择一个 港人专属的一个五年分期的 啊 都是一个可以选择一个五年分期的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完三套这个的开装单位 那一套就是我们的十二楼 一二一二 那那一套是五一零 那一套是二一二一一二 那一一一一就是朝向都是东南朝向 那五一零就是一个西南朝向的 那五一零就是一个西南朝向 如果大家对今次的推荐单位感兴趣的 都可以同样联络回我地带阿峰 我们都是有一个每日免费看楼团 专车接送 有我地带阿峰 亲自给大家来实体考验一下 如果大家在惠州 有任何的二栋集席 或者一切的大小困难 都可以联络我阿峰 我地带阿峰一定可以帮到你的 那今期的开仓节目就到这里 拜拜 有关区那么大不知怎样 那么多楼本花多眼暖 自主投资哪里好些 有什么陷阱 有什么中复位 想知多点试多点 可以随时上我们公司 和我们最主要的团队谈谈 我们在港九新界 深圳和江门都有分点 可以说总有一间在左近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 华与讯盘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Web Site 和WeChat微信公众号 那我们最新的市场消息 热买的讯盘 或者折扣优惠 所以就有第一时间通知到你了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 华与讯盘全港首创的 360全景上帝之一 投资前看真点 胜算是延高一点 我们GC Global 华与讯盘 食落全城的港人服务 一条龙跟进倒收楼 总之 选择知识 鲍鲍鲍鱼